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后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小米5s了 搭载骁龙821处理器 有3加64和4加128两种存储版本 该机最大的亮点就是其配备了业内领先的五孔式超声波指纹识别方案 不过雷总说了怕你找不到正面按键 小米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在玻璃上做了个凹槽 为什么小编总觉得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意思呢 另外就是5.7英寸的小米5s Plus了 同样搭载骁龙821处理器 增加了后置双1300万像素摄像头 但取消了超声波指纹识别 内存则有4加64和6加128两种版本 售价方面小米5s1999元起售 Plus版本则是2299元起售 9月29日零点正式开卖 各位有没有兴趣做分母呢 此前谷歌已经确定将于10月4日召开新米发布会 最受期待的应该就是全新的Pixel手机了 现在爆料大神Everlix放出了该机的最新渲染图 不仅展示了手机的外形 还非常细致地刻画了系统的手评 综合此前的消息 新机将搭载骁龙821处理器运行按照7.1系统 售价或将高达649美元起售 今天于晨东放出了一段华为nova系列手机代言人的热舞视频 虽然视频看不到这位小鲜肉的脸 但单看下巴大家已经基本确定就是小鲜肉张一新了 而张一新的微博尾巴仿佛也证实了这一点 大家都知道nova主打女性用户 不知道华为会不会再请一位女明星一起来助阵呢 坐等10月6日华为为大家揭晓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最新的科技资讯及数码体验 欢迎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wager.com与我们留言互动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wager获取最新的推送 科技资讯维界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